哈囉大家好我是Kai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非常極端的假設 就是如果我們身體的各個部位 一個部位你只能挑一種動作來訓練 你會挑什麼動作 我們都知道要把一個肌群練得完整 它可能需要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角度 就比如說你的肩膀好了 前速 中速 後速 至少只有三個動作嘛 對 所以我們今天 一個部位你就只能挑一種動作 就是這麼極端 但換句話說 這個部位的這個動作 也算是我們心中覺得CP值最高的動作 沒錯 時間有限 所以就挑一個動作就好 那真的要慎選 沒錯 這個對上班族來講很重要 比如說你一週可能只能練一兩天 對 你那一天就要練全身或半身 沒錯 那你真的沒有辦法一個部位選那麼多動作 對 那就變成一個部位挑一個 而且我們還要挑 還要挑部位 那也是沒得選的 哦 這麼忙 現在鑰匙連部位都要參與 到最後有一些部位都要直接刪去了 對對對 別抽小筆 對 長期的部分 整個腿都不見了 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摸摸摸你的部位都會練習動作 至少會三個 會搶或姿勢 還會練到三個 對 那概念是怎樣 差不多三個或以上 要是對於泰坊的 因為時間多的話當然是可以盡量安排 就是你覺得最適合 或是身體你自己恢復 可以調到最高 可是如果時間真的不夠 你就是要 每樣配合你自己的生活作息去調整 有道理 好 開始出題 第一題 如果胸肌只能練一個動作 你會練什麼 太簡單了 胸肌的部分 有 魔幻爐子的答案究竟是 好 3 2 1 噔噔 啞鈴臥推 我會選 上斜啞鈴臥推 我會選上斜 為什麼要選上斜啞鈴臥 因為我覺得上胸 這比較難用 胸部只能練一個動作 我會選擇 上斜的壓鈴 那在做上斜的時候 頂胸的衣會有練到 對 我覺得是會練到 哦 所以我會選擇上斜啞鈴 那概念是怎麼說的 因為就是 啞鈴臥推 所以它相較於 就是槓鈴 我有覺得 它其實角度比較大 因為槓鈴的話 會有點局限在 拳的位置 就會這樣直上直下 但是啞鈴 你可以從外側 就是夾到中間 甚至你可以降到比較低 所以 這個角度大 這個刺激 比較多遠 它的那個軌距 軌距比較好 它的軌距比較遠 它那個軌距 軌距的部分 剩下的就給 鑰匙補充 因為它畢竟也是 當Velk 對 但我原本很想要選 槓鈴或什麼 哦 因為槓鈴貨車比較有那種 技術長力 就覺得好像 比較重量 可是考慮到 就是真的 只能列一個動作 然後又要效果比較OK的話 啞鈴或推 應該是最好的 哦 而且 啞鈴比較好取的 哦 對 而且我剛考慮到一個點是 槓鈴貨車 如果有些地方它沒有 握吹場的話 你就要翻 翻來翻去會麻煩 啊如果 你今天既然只能列一個動作 代表你已經是超級滿 所以我移進去馬上 隨便當台 Batch 那你直接開始 或甚至 沒有Batch 我們就三個朋友一起去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六腳嗎 六腳 六腳 好 Batch 對 會不會說 欸 可以三個一起做欸 你看 好棒 對 順便練習 健康的多人運動 沒錯 欸 腳也可以順便練到 還要順便練到 核心也順便練到 欸 不該好 沒有 第二題 如果二頭肌只能練一個動作 你會練什麼 我會選 啞鈴的坐姿彎曲 上斜彎曲 打比我剛好彎曲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會選擇 啞鈴坐姿彎曲 是因為 也是方便取得 啞鈴方便取得的話 對 然後椅子一樣是 也是方便取得的東西 然後坐姿彎曲 可以讓你盡量 不會去代償 喔 沒有你坐著 就沒辦法做 身體的擺盪去代償 所以我覺得這個姿勢 是很好練習的 把身體固定住就對了 對 沒錯 那鞋板分曲 那那那 那就是上斜彎曲 那那一樣 那就跟我一樣 喔 我是上斜彎曲 這個二頭肌要練得好看 就是 功勞肌的二頭肌 都要刺激到 內外才會好看 所以 上斜彎曲 就是我們在做上斜的時候 前面可以用 垂似起來 然後在上斜的時候 再做一個旋轉 就是這樣子 一個動作 兩種滿足 喔 所以 上斜彎曲 頂上去 我這可以搭屁股彎曲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一直比較懶一點 因為我覺得 這樣才要搶 被曲有點麻煩 因為這個打主鋼彎曲 就是 你可以曲的重量會比較重 所以它的重量 機械張力會大一點 就是說你這個10公斤 然後拿到一塊 就會比較換重一點 然後 也可以節省時間 就是做地檢組 或是一些 超級組型也都 滿好用的 第三題 如果小腿只能練一個動作 你不會練什麼 好 好啦 公佈答案之後 來 3 2 好 什麼 什麼 不練 你現在早上 現在早上 節省時間 我真的不練小腿了 這個 我們還沒練過 我們這兩個 不練小腿 然後節省時間 你現在要練腿太累了 我還要練小腿更累 所以只能選個動作 你還是選不練 對 如果你學生今天說 教練我想加強小腿 我會跟他講說 那個CPS 那CPS 對 會不會有用 會不會有用 就是如果你要練小腿 你不如來練跳繩 心肺 對 協調性 沒錯 小腿的強度 對 然後足懷穩定性 跟你的 我覺得肌腱啊 或是你的那個 肥腸肌 就是 哇 一個動作 多種滿足 你現在就是在普等 你知道要做跳繩對不對 對 對 我現在就都在練跳繩 我要從一個就是 動作很笨拙的大人 進化成 跳繩 你想要練成繩對不對 我想要那種 跳起來很帥 OK 第四集 如果大腿成練一個動作 你會練什麼 大腿 又不練 又不練 我會大腿 我會練 大腿是練 很想閒不練 好來 準備 公布答案 三二 深蹲 後腳抬高蹲 搞槓 深蹲 我也幾天搞槓 我也不會 深蹲 老婆 對 說 因為我覺得 低槓對我來講 動作模式會比較 有壓力吧 下背壓力會比較大 那為什麼要選 深蹲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 它吸引力比較高 尤其是你練大腿前側 它什麼都可以練 比如說你加重量 可以有這些壓力 那如果你練多次數 有代謝 都可以練得到 所以我覺得 Skora 這個動作 我們做比較好 所以深蹲才能動作之往 沒錯 那從要選高蹲 深蹲的藥 是有點像我這樣 因為低蹲的時候 女生就會很前傾 所以 其實你的那個胸腔 是會比較 可以壓到前側 相對來說 它的重心就是怎麼樣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要刻意做比較重 才會用那個姿勢 對 因為 我們是要練大腿 對 不是要練你的那個腰 不是為了做重 對 不是為了做重 所以 以大腿來說 對 你 第一槓來講 你不會後側的問題 對不對 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我是寫後腳抬高蹲 因為深蹲畢竟還是 就是 兩側一起做 但是後腳抬高蹲 我覺得它比較 偏功能性 就是單側單側訓練 而且 你後腳抬高蹲的負重 也可以就是拿在兩側 你就不一定要背著高 如果你活動度不好的話 沒有辦法背高 就是練後腳抬高蹲 而且它也是單腳單腳 所以 你也可以練到你的 足踝穩定性 或你的全身要跟著去穩定它 對於你的下背的壓力 負擔 也會比較小 你單腿單腿練 你的身體就已經很重了 但是你雙腿彎 你又背更重了 可能有些人腰可能服務不良 個人覺得如果只能挑一個動作 後腳抬高蹲 好 第五個部位 屁股 如果只能練一個動作 你們要練什麼 喔 這個 對 那是沒什麼好學的 欸這個男生女生練動作 不知道 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對不對 女生需求的 效果是不是都不一樣 有可能 好來 公布喔 來 3 2 囤推 囤推 硬舉 來 由波波先來講 這個囤推好的 囤推 因為它比較能夠 focus在你的腿 因為我是為了練圖 對 所以我也覺得 一定會 那概異呢 就字面上來看 就是一個 臀部的訓練動作 成囤推嘛 那你往上推的時候 你 囤大肌用力 然後夾緊 用力 夾緊 發力 夾緊 那個 囤大肌的 整個肌肉刺激收縮 總是 屁股就有點大 喔 我比較好奇 就是 要是一個 硬舉 屁股的話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男生嘛 男生對於 就是要把屁股練得 肥俏很肥 我是覺得還好 所以我覺得硬舉的話 好處是 第一個 他一次練比較多的硬舉 然後另外一個點是 很多人他可能 姿勢上會有問題 就是他可能 做純推是OK 但是他做硬舉的時候 上半身會有一點 搭配不起來 會有一些動作上問題 也可以透過的動作 訓練練習 一間二顧 對啦 因為 就是整體性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比較 單一的 單一 那你如果CP值要高的話 你這個 整個 整個腿後 臀然後 下背 背都會練到 然後 繞在一起 那 那 這個算是 動作 對不對 說 要請問你們三位 如果女生想要把屁股練得很讚的話 那這樣是什麼動作最難 人家多練一九段 什麼都要練 其實 其實真的 對 我覺得一個動作很難練 而且有一個動作就很棒 但是在健身上看 很少看到有人練 就是 我就用Cable練 就把Cable降到最低 然後 把那個懶伸 勾在腳後跟有沒有 往後踩往上踢 我覺得其實那個動作 蠻刺激的 下一個部位 肩膀 如果只能練一個動作 怎麼會練成功 好 好 來囉 公布答案 3 2 啞鈴坐姿劍推 shoulder fly 肩腿 肩腿 我告訴你肩腿 我覺得啞鈴坐姿劍推 覺得他的CP值比較高 也就是因為 肩腿的動作會練到前術中術 所以 你只能練一個動作嘛 所以我覺得他就比較好 然後 為什麼要選坐姿 是因為 他可以拿比較重的重量 你是不是很喜歡選坐姿的這個 對 對 因為坐姿都可以 能重就只要站 對 站著的時候 你要多一個穩定 所以你的核心要更出力 你的下肢也要更出力 而且你有很可能站姿 很容易造成下肺的受傷 對對很容易摺 摺 坐姿可以讓事情單純循環 對 就是我只是要電我的肩而已 那我坐的時候 我可以 過不自然我的肩的用力方式 因為用槓鈴的話 它會限制你的動線 對 那壓力 它會限制你的動線 角度可以 變化比較多 對 然後你還可以去調整 你的用力 軌跡比較自由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它真的是 是最高的 因為必須要講的是 我選這動作就是因為 就比較不考量到 就是什麼 肌肥大 或什麼 跟連結有什麼關係 就是全身起 屁股夾 然後就是肚子收 這樣 就全身一起用力 這樣子 而且要說喜歡 要站著來就對了 對 人站就不要做 對不對 站著做 人坐著來 站著做不錯啊 而且 這算是一個 站著把重物舉握頭的一個動作 一個比較霸氣的東西 滿難的 滿難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你這種動作會的話 基本上壓力 有 動作你一定是 沒什麼問題的 對啦 對啦 只是如果是你肌肥大 真的就是用壓力 會比較好 我本來也在想 肩推跟側背要選奶 但是我想說 肩推的話 肩我 我臥推 有吃到前術了 那我還是 肩膀就集中在中術 因為我真的覺得中術 不能變大 也許我基因的問題 我覺得中術超難練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就專心把中術練好 所以我選肩肥 專注的訓練 他想要讓他看起來 對啊 快一點 這個也是 也算是否肌肥大 第七個部位 三頭肌 如果要只能選一個動作練 你們要練什麼 好 欸 你跟我一樣 欸 你跟我一樣 好 欸 好來 公佈答案囉 不一樣 好 不一樣 來 3 2 Div-Gun滑輪下拉 Table 懶神下拉 對 Table 懶神下拉 唉唷 喔 我為什麼 我會選Div-Gun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Div-Gun比較符合自己的工具 你在拉的時候啊 全眼朝上 對你收完會比較舒服 因為大部分人做直槓的話 收完就會不舒服 然後為什麼要用Div-Gun呢 我為什麼不用他們的懶神 是因為Div-Gun它可以正手反手 所以你練的位置會比較不一樣 欸 正手反手 兩個動作 不是我說 它就是一個 這個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不管你是要正手反手 你都會選擇 那正手跟反手你真的選擇 我會選擇正手 其實我覺得Cable下的是因為 這個動作的入門門檻真的非常非常 非常容易上手的一個動作 而且對三頭的刺激也很好 就那種淡淡的聲音 它就是很舒服 握得很舒服 然後下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直接拉著往外 你要這樣子或是戴開 都有不一樣的刺激 重點是它非常簡單 自由可控的蛋 然後效果又好 然後剩下的給你補充 所以我覺得跟Div-Gun差的地方就是 Div-Gun就是這樣壓到這邊就沒了 可是藍繩可以這樣更快 你的外側頭刺激會更強 你可以就是撐到底 因為這種都是用R-Gun 插銷的你要遞減什麼會很方便 抽一下我為什麼 我練Cable 那個藍繩 藍繩需要肩膀的固定性要更好 不然你肩膀通常都會有疼痛問題 都會帶走之類的 對 會有疼痛問題 可是用直槓或W-Gun 不會有這個問題過 對 這個你必須要肩膀穩定度更好的 才有辦法去做 尤其是你要拉到重量 下一個部位 背部如果只能練一個動作 沒有練 太簡單了 這個應該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這個肯定就是這個動作 引體向上是不是 沒有學 哇 只有一個動作 太爽了 沒有其他動作可以 比這個更好的 哇 那我們就公布答案吧 3 2 引體向殺 引體上升 對 引體向上升 哇 引體向上升 阿你只有唯一一個動作 就是我身體往上拉 就對了 其他都是往下拉 他完全不怕取代動作 我覺得他CP值最高的 因為該練的都有練到了 然後有方便 只是入門 門檻不一定 這個東西呢 非常非常的有功能性 沒錯 你今天如果遇到什麼事情 或是災害 你需要往上爬 對啊 那你引體向上拉不起來 那你要怎麼能治就對了 那他沒有學錯 姑且不論就是你引體向上練得好 你的背一定非常好看 我先不討論這非常好看的地方 功能性非常非常的強 一個動作可以練到太多地方 不管你的核心穩定 肩胛穩定 前臂 你的手臂 腹肌 也會吃到 核心就是你要控制你的腿 不要讓它晃來晃去 下背 腹肌機 其實核心都會吃到 太棒了 有引體向上 有 真的 就不用講啦 就結束 不講了 這樣 我講完了 講完了 趕快練 趕快練一起就對了 最後一題 女生最喜歡的腹肌 如果只能練一個動作 你們要練什麼 一個動作 沒錯 好 先好的嗎 好來 公布答案喔 公布答案喔 來 3 2 我不會選擇 用腹肌輪去練 哦 下腹 抬腿 哦 吊居腿 對 因為我們效果就是一樣的 對 我只練一個就是用腹肌輪 就是那個可以往前推的那一種 哦 推薦這個 因為這個 你只要一個動作啊 就可以比上面跟下面 可是 如果你要練上面又下面 對 你只要做兩個動作去練習 我覺得 他很好抓那個男子 我個人啊 我個人很好抓那個腹肌發音啊 哦 所以我肯定推薦你 有些人做這個 對 對 對 這個 這個不是 控制要練 對 這個要學會控制的人 我才建議他做的 如果你無法控制你的核心的人啊 或者是你有過度伸展的人 我真的不建議你做一個 哦 就是那一種 過度伸展代表說 你會有翹皮不浪 有壓皮不浪 我真的不建議你做 對 對你下背會控制 下背很痛 然後我這個下背台 其實 我應該是要寫懸吊局 因為下背台有其他動作 所以我這其實也是 懸吊 下背 這個呢 就是 蠻安全的 就是對你下背的壓力 不會那麼 有問題啊 如果你 仰臥其中做得不好 你一直去 去摺 去頂到你的那個尾椎 或下背 可能會受到 而且懸吊台腿呢 他也算是 腹肌訓練 蠻全方位的 就是你 從上到下 其實都會吃到 你也可以稍微 扭轉一下 就有效果的刺激 哦 唯一的缺點就是 握力 握力會不夠 所以 建議搭配拉力帶使用 如果你是用單槓的話 就是把握力練強一點 這樣沒用 也可以啊 如果上班還有不用單槓的 有一些那個下腹台的機器啊 板橋三間克就一台 呵呵呵 對 板橋三間克就一台 那種手撐的有沒有 那種手撐的 完全不用握力 真的可以用握力 這種 這種 完全刺激的下背 沒錯 我也是蠻愛練那一台的 我看 那一台以後我會變得很強手過 呵呵呵 呵呵呵 好啦 以上呢 就是我們個人推薦的 九個部位 CP值最高的訓練動作 但如果只能挑一個啊 這麼極端的狀態下 當然呢 我們今天會選擇這些動作啊 其實大家也看到 我們有一部分 是挑選功能性 沒錯 比較強 但有一部分會挑選 肌肥大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個人起討的問題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練肌肥大 因為我是一個 很注重外表的人 哦 這種走顏直路線 身材要好玩 所以 可以可以 所以說如果想要 或是針對肌肥大的觀眾 可以參考波波的 這個 沒錯 選擇 對 那蓋液的部分呢 我一半一半 我覺得有些部位 真的要 偏功能性強一點 然後有些部位 就是偏肌肥 就是好看 實用前舉 像什麼小腿 大腿 這種我就覺得 偏功能性強一點 對 但是後腿抬高蹲 也可以把大腿練得很漂亮 那要是呢 而且比較偏 暴力型 他滿偏 全身 連結的 比較偏連結型 因為我覺得動作應該是要有辦法 貫穿 整個身體 他是吃那種 大腦 控制身體的神經跟肌群的連結 聽起來好帥 肌肥大也是不錯 他就是練得很厲害 有你們三種不同風格的男人 但是 不要想說他這樣子練力量 其實他練的動作啊 你用不同重量去堆次數什麼 練起來 肌肥大效果也不差 也是滿強的 刺激也是可以這樣子的 看你怎麼做 哪個選項一定都會多少 因為 最好考量到肌 就是可能 有些人他覺得說 我手臂就是 像摸摸桶隨便練就 欸很粗 他就 不用特別練 對他就不用特別去練手嘛 三頭就不用特別練 所以他也不會去練什麼二三頭 那你的胸部就 不練股質就退不下來 對 就是我也不會去想練什麼上斜臥推 像我就會偷懶我的 我絕對不會練上斜臥推 對啊 然後有些人他就會覺得 我要假想上斜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的選擇 會不太一樣 沒錯 有道理 你要去選自己最實的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也別忘了 開啟小鈴鐺跟按下 訂閱按鈕 我是現在該 下次見 掰掰